作者叶独军01后台经常有人问,他对我很好,但是我真的分不清,他是真的喜欢我,还是只是玩玩,怎么回答呢? 说,玩玩是甜言蜜语,喜欢是实际行动,好像也并不全对,很多玩玩的,也都有实际行动,好像也并不全对,很多玩玩的,也都有实际行动,比如我朋友王小茂遇到的一位暖男男同事,这个男同事会记得王小茂喜欢吃什么,喜欢看什么电影,等各种兴趣爱好,也会在王小茂生病的时候,卖药给他吃,倒水给他喝, 亲力亲为的去照顾他,从朋友角度看来,这些都是情侣之间会做的事情,这些事情,都能够证明这位暖男同事,对王小茂有意思,可是,当王小茂真心去跟那位暖男表明心意时,他却拒绝了,原因是,我一直都把你当朋友啊, 最尴尬的事情,就是我以为你是我的另一半,而你只是把我当成朋友,朋友们都说王小茂太容易敏感,人家就是做一些对你好的事情,又没有提到喜欢你,你干嘛傻傻的去猜测, 可是啊,女人眼中是没有爱情的,谁对她好,她就跟谁走了,她觉得那就是爱情,所以,一旦一个异性对自己非常好,女生都难免不会心动,不会疑神疑鬼,如果只是当朋友,那么,我希望别做出超越朋友界限的事情,比如,情侣之间的暧昧,情杜绝。